在小數乘法之前呢,我們先講一件事 當遇到 例如某個數字,17320 乘以10,乘以100,乘以1000 跟10有關的 次方 或者除也好 如果不知道次方是什麼,不要緊 可以看一下這裡 遇到這些 比較特別的數字的人,我們可以怎樣處理 那 那麼呢 17320 乘以10的話 很簡單 補一個0 對 就好像我現在在寫的 在一個0,右邊就寫一個0 這樣呢 就是答案了 那其實在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 其實我們是把本來的小數點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小數點 向右移 移了一個位 因為這裡有一個0 這樣呢 就是乘以10 同樣道理 乘以100 我們可以在後面加兩個0 那也就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 把小數點 向右移兩個位 同樣道理 對呀 在這裡向右移三個位 四個 五個 這樣呢 就是答案了 這樣呢 當然要補一些0 現在是要補0的 1 1 2 3 4 1 2 3 4 5 對了 這樣呢 這一邊呢 就是乘法了 遇到乘好的人呢 就是這樣處理的 那遇到除法又怎樣呢 那一樣啦 只不過 乘法呢 我們就把小數點 向右移 這樣呢 這個就是乘法向右移的 這樣呢 除法呢 就向左移 這個除 這個乘 對了 這樣呢 就向左移的 亦即是 本來小數點在這裡的嘛 17320小數點在這裡的 我們向左移 對了 移軟呢 小數點就放在這裡了 那這個0呢 我們 可以不用讀 就是17320除20呢 就等於1732 那 後面如果是0 或者全部都是0的話 我們可以不寫的 那就是1732 那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呢 同樣道理啦 除以100呢 那即是向左移兩個位 那小數點呢 就會在這裡了 3和2的中間 唉唷 先寫好一點 3和2的中間 這樣 173.2 那同樣道理啦 如果遇到0的話 我們可以 不用寫了 一模一樣啦 小數點本來在這裡的 除1000 那即是向左移3個位 1 2 3 在這裡 就等於77.32了 那4個0怎麼辦呢 1 21 234 按下1.732 按下1.732 那繼續按下2了 25個位又怎樣呢 那 寫了啦 1 21 22 23 24 25 這次的點點在這裡 那 0.17 就不可以的 前面又要加上0了 那就是0.1732了 後面的0又可以不說的 對了 那如果繼續移的話呢 那如果繼續移的話呢 即是假設再移多個位的話 就會變成0.0 1732了 那 如此類推 不斷去的 那這裡也是啦 這裡就不斷往右 這個就不斷往左移 那就是這樣啦 那 說完這個關於10 的乘除 對於 對於答案會有什麼影響之外呢 那就可以說一下小數的乘法啦 小數的乘法要怎樣乘呢 那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 是啊 我們可以好像正常那樣乘 就是當這個小數點 捉了它 看不到的 那 不要緊啦 我們照乘啦 39就27 59就45 46就47 2918 8加4 22 7963 64 65 1999加6 16呢 15喔 對了 那麼成員的9啦 接著到乘4啦 那麼呢 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 在這裡呢 要留一個空格的 因為這個小數呢 是 10位 假設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啦 這個小數是 這排數裡面 第二個位 那麼呢 我們成員出來呢 這個小數呢 就要放在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是刺掉的 那麼呢 開始成了 432 5 4就20 加這個1就21啦 那麼呢 後面 都沒什麼特別的 記得跟普通的成法一樣 那麼呢 那就不在這裡 詳細成了 那麼這排是主要講關於 怎樣處理這個小數 不是怎樣成的 那麼下面呢 就給大家怎樣成的 那麼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呢 一樣啦 這個第3個位呢 即是 3、6、18 這個8 那麼要寫在那個6下面 那麼這裡呢 就要留兩個格的 那麼呢 搞定 最後呢 就出了這一堆數字啦 那麼這一堆數字 怎樣處理它呢 關於小數點 那麼呢 就學會像我們之前一樣的 我們要做的事呢 就是要數一下 這一排數 即是上面 第一個數字 以及這個數字 總共有多少個小數位 那就是 小數點 打後又後面有多少個數字 這樣吧 這個小數點啦 用另一個顏色 這個是小數點啦 點 那麼後面有5 對了 這裡有一個數字啦 3 兩個數字 我們 計算這個 這個小數點後面有9 合共有3個數字的 那麼呢 我們要做的事呢 就是 在下面 本來的小數點在這裡嘛 移位了 向左邊移 移一個 1 2 3 然後加個小數點在這裡 對了 那麼呢 就是這一條的答案啦 也就是 這一條的答案啦 172.53 乘以 64.9 好 那麼呢 就是 在這個寫上來 11197.197 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這樣運作的呢 那麼 其實呢 就說回到這裡呢 就說回這裡先啦 我們一開始 當它沒有小數點這樣成 那麼這條很正常的除數啦 很正常的除數 除到的數字呢 就在這裡 有8個位的 那麼呢 然後我們數小數點呢 小數點打開的數字呢 其實就是進行除數的處理啦 如果 17253 做過什麼處理 可以變成172.53呢 沒錯啦 就是除以100啦 那麼呢 我們 將第一個 乘數 進行了除以100的處理 也就是小數點移位啦 移1個移2個 除以100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這個649呢 亦都有進行處理喔 怎樣處理呀 649 就是除以10啦 649除以10就等於64.9啦 那麼呢 這個就是 第2步的處理啦 那麼然後 如此類推 如果我們有一堆數 有幾個數成 或一起全部都是小數點的話 一樣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就進行處理啦 那麼處理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後面又等於 那麼如果我們之前 在這裡 有一個數 除完100 然後再除10 那麼一共就是除了多少呀 那麼呢 答案就是 即是數0啦 那麼三個位 一個0 兩個0 三個0 那麼就是除以1000啦 那也就是 將原本 我們所得的這個答案 是的 除以1000 就會得出我們 小數點 是的 處理了之後得出的來的答案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是不是移位的 那麼呢 這個答案和原本這個一模一樣的 那麼我們要移位啦 小數點本來在這裡 1 2 3 那麼呢 就移了過來啦 對啦 對啦 1 2 3 對啦 那麼小數點就在這裡啦 那麼就是11197.197 那麼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麼呢 為了讓大家對這個移位更加有認識呢 那麼我們會 給多幾個例子的 例如 又是我們慣例的這一條啦 沒有動過的 那麼 如果我們 前面這邊 只得 小數點後 只有一個位 例如這裡 小數點後 只有一個位 只有這個3 那麼 這個小數點來的嘛 後面 沒有數字了 後面全部都是0 那麼 答案要怎麼處理呢 本來小數點在這裡 我們向前移一個位 那麼呢 就變成這裡啦 那麼就1119719.7啦 同樣道理 那麼呢 如果這次前面這個數字沒有小數點 而後面這個小數點有一個位的話呢 那麼 又是要移位 那麼小數點呢 又是 向左手邊移一個位 那麼答案 也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這兩個東西的答案一模一樣的 小數點都是在這個位 以及在這個位 就因為 前面這兩個數相成 這個數 和成意這個數呢 他們合起來 小數點合共 小數點後面合共 只有一個數位 所以答案也是 後面 小數點後面 都是只有一個數位 那麼呢 如果繼續 如果繼續 小數點後面這次有兩個數位 又或者下面這條 小數點 第一個數字 小數點後面有一個位 成意 第二個數字 小數點後面 都是只有一個位 他們加起來都是2的 這個是 小數點後面是2 加0 這個是1 加1 同樣道理啦 這個是沒有東西啦 這個是0 那麼後面小數點呢 後面有兩個位 這些數字畫過 用另一個顏色 1 1 2 0 對了 那麼這一堆答案呢 現在畫著的這一堆 那麼全部呢 小數點 都是 向左手邊移兩個位 也就是答案 小數點後面是有兩個位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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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就是這樣啦 然後 繼續下來 遇到小數點後面有三個位的情況 2 3加0 2加1 1加2 0加3 再寫多一次啦 前面這個是3 加0 2 加1 1 加2 0 加3 那怎樣移啊 沒錯啦 就是小數點本來在這裡 向前移 3個位了 1 亦即是 這點全部都是7 這個7 和1中間 這樣呢 就是這四條數的答案了 那麼大家看到 同樣道理都是 這四個答案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呢 之後 乘數呢就講到這裡了 但是這一招呢 這一招呢 這一招關於小數點移位呢 就 只是對乘數有用的 那對於之前所說的加減數呢 就不可以用的 例如這裡 六千零十四 那麼加數就加了給你了 那麼 如果 當我遇到 前面移一個位的話呢 你會用的 這樣呢 這次呢 個位是這裡的 個位是這個1 但是下面這個數呢 個位是這個7 這樣呢 就不可以 不可以 進行 就這樣加 然後對答案移位的 這樣呢 是錯的 那麼要學回怎樣呢 要學回之前這樣 將它對位 那麼這個237呢 就要寫過來 237 要對回這個位 個位要對回個位的 那麼下面這個呢 就不可以用的 就是不可以這樣加的 那麼1加7就是8 那麼個位就變8了 0加3就是3啦 6加2也是8啦 那麼跟這個答案呢 就移一個位 差太遠了 完全不能用的 那麼呢 同樣到你減法的話 可以自己試啦 那麼加減呢 在這一招呢 都不能用的 那麼你說可以 有些快趣一點的方法呢 其實也有的 但是除非 除非啊 如果兩個數 即是上面的這個 和下面的這個呢 都一起有移位 例如本來是6014 那麼如果小數點移了來這裡 這個小數點又移了來這裡 如果 這兩個數 都一起移位的話呢 那麼答案呢 就一樣啦 那麼因為 如果你對小數點 又是進行對位的話呢 移完之後的這個數 個位是1啦 個位是1啦 那麼移完位的之後這個數個位是3啦 沒有問題啦 那麼1加3 是4 這個因為進位所以變了5而已 那麼 條數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又或者 或者 好像這裡這樣 如果是上面乘以10 即是後面有個0啦 那麼 這個數都乘以10的話呢 那麼加在一起呢 就沒有問題啦 把這條線拉長 那麼加在一起呢 那麼後面加個0而已 一樣沒有問題 那麼所以呢 遇到加減數的情況呢 遇到加減數的情況呢 除非 全部的數字 全部的數字 都一起 這個是除呀 都一起進行一個 除10的處理 除以10的處理 對了 又或者 全部的數字 對啦 都乘以10的話呢 這樣才行的而已 其他情況呢 就完全不行的 那麼如果還沒掌握到 怎樣 承除的話呢 建議加減數呢 都不要亂移小數位啦 因為比較危險的 那麼呢 就不要用了 那麼呢 對了 這招呢 那就用在乘除數呢 就比較有用的 那麼呢 加減數就不要用了 那麼呢 這個小數的 乘法呢 就講到這裡